近日在北京召開的兩會期間 中共是如臨大敵 各地持續傳出了維權人士 異議人士遭到非法抓捕 非法拘禁 或者受到監控的消息 大陸維權人士表示 今年兩會 北京的安保措施和對民眾的監控力度 比往年更加的嚴厲 據民生觀察 維權網等網站報導 中共兩會召開 各地持續有維權人士 異議人士遭到非法拘禁 威脅和監控 失去人聲和言論自由 北京的安保措施也空前嚴厲 為確保領導安全 兩會代表駐地附近居民樓的臨街窗戶都不能打開 北京維權人士徐宇士表示 兩會前 他被當地派出所所長警告 今年比較嚴 開會期間哪裡都不要去 否則要被刑拘 上海維權人宋嘉鴻 因為連續發布另一名上海維權人士 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消息 被不明身份的人上門騷擾 宋嘉鴻擔心被抓 3月4號發出求救信息 希望外界關注 中共人大和政協兩會分別在3月3號和5號召開 兩會前夕 北京當局加大力度抓捕訪民 據維權網報導 3月2號家住北京河南訪民李三虎 和江蘇長州市訪民陸立英、譚章祥、梅溫婷等6人 在北京的租屋住被抓 目前已知李三虎被送往石家莊後 由家人接回北京家中 陸立英等6人下落不明 同樣在3月4號發出求救信息的還有 北京維權人士李衛 她已被維穩人員監控6天 以及山東疫苗受害家長潘東 她昨天在北京王府警 為孩子募捐時被警察帶走 現下落不明 另外還有在北京露宿75天 都沒人管的維權人士孫寶妹 2號起當局派警察來看守她 經他人記者雄斌周天採訪報導 是路由周天採訪報導 碧槍、璃路及財僕 媽,潘乘小伍伊哈哈 從未來要有很多